另外在台东发生豪大雨之后 这个农田水利署的台东工作站就发现 台东境内纵谷地区的灌溉水墩取水口全被大水给冲毁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已经插秧的二旗稻作生长 还有部分农民还没有插秧的 只好自己想办法抽水灌溉插秧 豪大雨过后台东县各西游的大水虽然已经退去 不过北南西沿线的纵谷地区灌溉水墩 包括池上大墩 关山大墩和北南大墩的取水口 全部都被大水冲毁 有部分二旗稻作的水田都已经干掉 还没插秧的农民只好先用抽水马达抽水灌溉 因为水源不足的话它的收成量就不好 大南水下来的话都是浑浊的 所以很容易溢积 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资本农场派演帮我们辅导一下 农田水利署台东管理处表示 现在正在进行灌溉水墩取水口的抢修 目前已经有部分水墩可以进水 不过毁损最严重的水墩取水口 可能还要再等上半个月才能修复 8月13号 14号 15号左右 可以池上关山都可以进水 那路也大概是这个时间 那会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在北南上进的部分 二旗稻作目前正在发育生长 不过灌溉水墩被大水冲毁 天气也逐渐炎热 水从哪里来也让农民伤透脑筋 既留音响台东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